就这样 累了吧 有一点 那我们回饭店 柏蓉呢 不是去讲电话吗 是啊 怎么那么久啊 我去找他 你等我一下 柏蓉啊 有人吗 柏蓉 柏蓉啊 柏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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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蓉怎么了 柏蓉 柏蓉 陈局长 我永信 我跟你说 我跟我我儿子来登山 他好像私足掉到山崖下了 永信 我发个电话给你啊 张叔我跟你说 柏蓉跟我登山的时候 好像掉到山崖下了 你现在派人来支援 然后你跟陈局长联络 听到没有 快点啊 柏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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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先不管他 我先带你回饭店 我昨天晚上想了很多 这公司呢 确实是 按照我的计划 在蓬勃发展 我没有辜负 对我父亲的期望 可是我在事业上获得很多 我在家庭上就失去很多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我在他房间里 看到他随身带回来的旧相簿 几乎都没看到我的身影 我就是忙着工作 孩子们的成长 我都错过了 就这么一天过一天 一年过一年 你们好像也经习惯 生活上没有我的日子 但是每个决定的背后 都是有遗憾的 只要我们自己心里清楚 当初送他们出国 都是为他们好 就不要再职责了 每次听到你提前人班 我都很从你身上 感到你心里有点自卑 好像就这种自卑 你总是想要讨好所有人 想把所有事情做到最好 让大家都来肯定 但是好几次 我都还想跟你说 别的那天 这没有必要 你把事情做好 应该是因为你真的真的想 而不应该是对于 自己出身的自卑 害怕别人否定了 才回头这么努力 那如果我跟你说 我从来就没有父母了 那你就会比起你上了前人班 谁比较该自卑 我知道她听起来很悲惨啊 有时候我也会难过 我也会是老天 因为我对我那么不公讨 但是妾有用吗 抱怨有用吗 那之后我就可以 用这个借口 然后说服自己 理所当然地开启自卑自卑 自卑自卑 没有用的 自卑自卑最后受苦的还是我自己 所以我只能告诉我自己 这就是我的命 这就是老天送给我一个 沉重的礼物 就是我心里再怎么不愿意接受 但我还是必须收下她 面对她 然后和她好好相处 当年你奶奶说了那些话 当年你奶奶说了那些话 我一想到要跟你们分开 心里就好难受 你爸虽然嘴上没说 但我太清楚他了 他一定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他不说不代表不爱你们 只是他比谁都还要更清楚 你们跟他一样 身为江家的后代 身上都有着不同 其他家庭孩子们的使命 你说这些是责任也好 压力也好 这些就是老天爷 赋予你们出生在这个家庭 必须承担的责任 真的是你妈妈吗 你可能觉得不公平 但是你爸 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长大的 也是带着这样的使命走过来的 那个时候听你奶奶说那些话 我一开始也是不能够谅解 还觉得老天爷怎么那么不公平啊 但后来 我开了前等班之后 我看到那些 来自各式各样不同家庭的孩子 我就懂了 老天爷都是公平的 所以你一定要认真工作 不要按摩掉了 你知道吗 不管你出生在哪一个家庭 你都有自己必须学会承担的责任 这一点 你爸从来都没有逃避 也没有抱怨过 他总是默默地承担 把自己做到最好 这也是我最爱你爸的原因 中文字幕——YK